随着各国陆式启动疫苗接种计划 全球人均疫苗接种率最高的以色列 卫生部星期六指出 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的人 预防感染病毒的有效率高达95.8% 另一方面呢 澳洲呢 今天也正式启动了全国疫苗接种计划 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天 总理莫里森率先接种疫苗 向公众展示疫苗是安全的 美国辉瑞和德国Beyondex生产的新冠肺炎疫苗 在以色列已经看到成效 以色列卫生部2月13号所获得的数据显示 相较于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已经接种第二剂疫苗的人 在两个星期后 预防感染病毒的效应达到95.8% 以色列推出的新冠疫苗接种计划 被视为全球最快 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 在以色列大约900万人口当中 已经有接近一半 也就是420万人施打第一剂辉瑞疫苗 目前以色列放眼 让所有16岁以上的人接种疫苗 以达到群体免疫 重回以往的生活模式 澳洲今天正式启动全国疫苗接种计划 比原定的计划时间提早了一天 总理莫里森也在众人面前 率先接种辉瑞疫苗 莫里森对这镜头比起了象征胜利的V型手势 还竖起了大拇指 之后召开记者会 向澳洲人信心喊话 今天接种疫苗的海报 包括了澳洲人信心喊话 今天接种疫苗的海报 包括了澳洲人信心喊话 今天接种疫苗的海报 超过了澳洲首席医疗官 84岁的年老医护人员 二战幸存者以及小部分的前线医护人员 共12人 美国疫苗接种计划正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兼外科医生 马卡锐星期五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 表示截至这个星期已经有15%的美国人接种疫苗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快速上升 按照目前的迹象推测 美国疫情有望在4月份达到群体免疫 到时美国人就能恢复以往的生活模式 马卡锐指出从1月份开始 美国每天的确诊人数已经骤减77% 这代表了美国目前正朝着极低感染率的方向发展 马卡锐补充 极体免疫能够阻断病毒传播链 让病毒难以在整体传播 当中还包括了传播力极强的变种毒株 然而不少公共卫生专家却警告 变种毒株来势汹汹 按照现在的局势 美国顶多能称得上是社区免疫 距离群体免疫还有一大段的距离 所谓言猟您知道这报所客人才发现清炕 所谓猟的现象 今年十五百多年 及加密浏在灯卜下